事的配合万圣节的到来 日本子弹列车也上演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鬼屋体验 乘客们在火车内遭僵尸突袭 恐怖气氛令人毛骨悚然 但有人认为这些僵尸滑稽搞笑 他们一点都不怕 非常有趣 这趟从东京开往大阪 大约140分钟的旅程 票价介于33000日元到55000日元 相等于950令吉到1500多令吉不等 汇聚了世界级娱乐的主题乐园 也就是日本环球影城 目前正在举办万圣节主题活动 列车内僵尸出没 明显就是宣传噱头之一 僵尸除了会呲牙裂嘴吓人 也会变魔术 主办方希望明年继续举办这一类的活动 但来年换一种鬼怪 不要僵尸要日本妖怪